大家好,我是阿米 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熬夜对我们身体是不好的 但是不少朋友就是改不掉这个习惯 那怎么办 今天我们就来再为大家说一下熬夜的缺点 并且也告诉大家几点 怎样可以避免熬夜对我们身体带来的一些伤害 那首先呢 列出了七大这个非常伤害我们身体的问题 第一点呢 就是女性朋友非常关注的减肥问题 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呢 身体是会分泌出一种叫做受体素的东西 它可以帮助我们分解脂肪 但可想而知 如果您是长期熬夜的朋友 可能就会发现啊 哎呀 自己怎么慢慢的越来越胖呢 那第二点要说的就是对于我们胃的刺激 人体的胃部的胃黏膜上的细胞呢 是两到三天就会更新一次 而且呢 在睡觉的时候呢 它会在不断的修复我们的胃黏膜 但如果您是晚睡而且还吃宵夜的朋友 这可就坏了 因为啊 这会阻碍我们胃的休息 那时间长了之后呢 就会影响我们的胃部分泌胃酸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长久下来呢 就可能会得像是胃溃疡啊 或者是各种胃病 那也就会苦不堪言了 第三个也是女性朋友很关注的问题 就是呢 皮肤变差 每天晚上10点到11点都是皮肤的保养阶段 那这个时候 如果您不可以好好休息的话 就会呢 影响我们的内分泌以及神经系统 长久下来呢 皮肤就会干燥 失去弹性和光泽 甚至呢还会长痘痘 第四点啊 就是肝脏会受损 这个很多朋友也应该知道了 我们经常会说呢 每天晚上11点到清晨3点 是肝脏排毒的时段 而且啊 肝脏作为人体最大的排毒器官 如果是因为血液不足 没有办法修复受损的细胞呢 就会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那第五个很关键的问题啊 就是熬夜呢 会让我们的记忆力变差 其实不少年轻朋友可能会感觉到 一到白天啊 就好像没有精神 另外呢 有些朋友也是经常会头昏脑胀 记忆力衰退 而且呢 还会出现 像是没有办法集中精力 去做某件事情 一遇到什么问题 好像就有点卡卡的 但是啊 其实 有些朋友说啊 好像是我老了怎么样的 但是其实年岁都不大 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很可能就是因为你长期熬夜 另外还有呢 有些朋友如果长期熬夜 就会造成失眠 神经衰弱这样的问题 第六个不好的影响 就是可能会患有心脏病 做些时间如果长期颠倒的话 不仅脾气会暴躁 五脏六腑呢 也没有办法充分的休息 这样就会导致 得心脏病的几率会有所增加 另外最后一点要说的是 癌症风险提高的问题 长期的熬夜呢 会让我们免疫力下降 不但是容易疲劳生病 还会提高癌症发病率 而且根据很多的研究表明啊 经常熬夜的朋友呢 患乳腺癌大肠癌的几率是很高的 但有些朋友可能想了 哎呀没有办法 我今天必须熬夜 那要怎么办呢 这里啊就来为大家介绍三个 可以帮助我们做补救的一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正常的早起晒太阳 如果您是前一天晚上熬夜了 那第二天早上啊 无论如何呢 都要正常的起床 去晒太阳 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呢 去正常的合成血清素 而且也可以让我们 夜间呢形成退黑激素 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啊 恢复正常的深度睡眠 另外呢 有些朋友也会发现 自己在前一天熬夜之后 第二天早上 就算是睡了很长的时间 哪怕是睡到中午起床了 可能这一天啊 还是迷迷糊糊的 那如果是有这样问题的朋友呢 你可以试一下 如果前一天晚上熬夜 第二天呢 我们就正常的强迫自己五六点起床 看看呢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而且呢时间长了 你会发现慢慢的你这个生物中呢 就是可以调整过来了 第二点呢要注意的是我们早餐的问题 早餐呢我们应该尽量的让它丰富一些 刚起床的时候呢是处于低温 五脏六腑还没有完全的醒过来 这个时候呢可以做白煮蛋 丰富的蛋白质呢可以提升我们的体温 而且呢也可以再加一些其他的营养物质 麦片呀或者是坚果之类的 这样呢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大脑恢复清醒 第三个方法呢就是午休的时候小睡片刻 如果您是经常熬夜的朋友 建议啊您在午休的时间睡15分钟 这样可以消除我们的疲劳 让身体适度的休息 那除此之外呀 白天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 每工作一个小时呢就起来活动5分钟 这样不仅可以活动筋骨 让我们的身心得到放松 而且也可以避免因为很疲倦呢 产生打瞌睡的情况 但其实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啊 最好是不要熬夜 因为呢它对我们的身体影响真的是太大了 如果呢我们可以好好地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时间 早睡早起的话 时间久了您就会发现 得来的这个健康呢真的是最大的财富 好了今天的视频呢我们先说到这里 如果还需要了解更多资讯 欢迎关注我们的金牌资讯网站 我们下次见